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那这个赢呢 不是赢一点点 你赢得很赢很赢很赢的 关键在于 你就照着我通知做 好不好 不要猜 简讯该买你就买 该卖你就卖 其他就我的事了 好来 我们看一个最简易的 来各位请看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行业 我不见得我很准 也不见得我很对 可是呢 我请问各位 美国参议院 延后税改 我现在问你 这个是个利多消息 还是利空 我问你 对于你是个法人的操作者 你是个基金的经理人 我问你一句 参议院延后税改 它是利多还是利空 这绝对是利多 哪有人说 这是利空 可是美股旗子走跌 你也稍微 税改绝对是利多 可是对一个法人圈来讲 他会去担心什么 当这个税改通过之后 未来的市场 会不会以利多出境 不知道 你买欢乐啊 他不是不会怕 所以这个税改的延后 对于法人圈来讲 特别是国际股市 是个强大利多 他最好慢慢拖 不要急 我跟你讲真的 他最后拖到又拖四年 就是有这个利基在 可是呢 在参议院 一直拖 一直拖 未来又有修正案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个大利多 那不是个利空 回过头来 我们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从两个角度来看 你看投资学里面 针对金融市场的评价 主要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上而下 一个叫下而上 就是说你从最小的地方 往外去做观察 或是你从最大的 往下做评价 一个是下而上 一个上而下 今天一样 你要做笔记 算我拜托你 你做一个笔记 好吗 你会拖 我不用你三缸 你要看节目你做笔记 你这三缸你会拖 明天你就做你去睡 你知道吗 做你去出头 你就不要理他 你到礼拜三 就礼拜一 你干脆就出国好了 那礼拜三回来再看一下 哇 怎么赢这么多 那就好了 不用赢啦 不用猜啦 你会大赢啦 就如同 来你看一次 今天是不是12月1号 对不对 今天礼拜五 每个礼拜的礼拜三 我们是不是都会做一个锁单 来 看日期 每个礼拜啦 我挑较快 换几个关键 好来 这个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礼拜一 你也不信啊 我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理我了 你都说我欧白说了 我跟你问你 从10842 到10495 我没有讲错吧 几点 三百五十点的 多久三天的 三天落三百五十点 你说小安民你欧白说 那哪有可能的 我跟你说过来这三天 你准备大赢狂赢 你也说不可能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来 11月27号 是不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对不对 我没有跟你说 这里这个叫捷径 再讲一万次 也没有人要听 我也没有办法 就跟你说 哇 这里一定会去 去个头 现在我告诉你 这里好到一个不行 你也不愿意听 我也没办法 这是礼拜一 好 11月24 这是上个礼拜 不是这个礼拜 是礼拜四 来 你告诉我 这天加什么10842 那为什么 你早就知道是10842了 那当时在10854 还在854 在842之上 最高是不是来到 本坡的最高点 10882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 这捷径 国家公 这都要保守 要避险 你看底下 你看下方 有啊 有嘛 这842 这个是个空方 那个力道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跟你说 好到一个不行 你也没听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还跟你说下去 好来 先从今天早上 所有亲爱的朋友 给你的手拿出来 我们稍待再来看PSY 稍待再看这个 你先看你的简讯 拜託你点出来 欢迎我怎么算 你最少200点走不去 你啦 你最没这一筆 你最没赢了200 你照着做 你不要急 你听我的 你先把这个点出来 把今天的简讯 来 拿去 找盘 观察 加权指数 10,000 控 600 控 5点 我又没讲错 你说都没理 结果加权指数就是没有收10605 就要急杀杀到10495 开几百点 你也帮帮忙 来 10605 为什么是10605 如果10605会发生什么事 那守不住10605呢 不可能守不住嘛 慢慢讲 你要做笔记 你要做笔记 我拜托你 好 你把你的手 拿一张招跟拔 算我求求你 好 我们今天呢 就从下额上 从最短的 来 我们先看最短的 各位请看 就是今天早上台北股市 开盘 开10623 对不对 杀到10495 从10623杀到10495 然后呢 好 事情过了 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今天一定收最高的嘛 你就不要插蜜了嘛 你看今天一定收最高 对啊 你随便叫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 他也知道今天会收最高 有什么好猜的 为什么今天会收最高 哇 没想到跟你浪费时间 你先看这已经发生的 我们先从最短的 来 各位请看 他今天早盘的关键在这里 这个 这条 这样 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剔除开盘量之后 从这里 开盘不算到这里 单一分钟的最大交易量 报在这里 对不对 而且这里有一个点嘛 然后它是不是就够在这里 有就有 没就没嘛 然后呢 直接破嘛 好 所以呢 你要去看喔 破到哪里 不就破到这里嘛 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你就一直 引出 telescopes 等另外一个来挑战这个交易量的 就直接爆出来了 对isch 我 就把这个点再标示出来 你不是得出两个点吗 他说完喔 现在是已经来了到这里 对不对 你继续看喔 你要继续看 你要做笔记啦 拜托你 然后 你又赶快去看 这两个位置 它的关联性在哪里 好 早上 第一笔在10587 那这个587到底是多还是空 不知道 我说一次喔 不知道喔 不可能知道 不要黑白说啊 好不好 除非你是这个外资 你就你在做的 不然绝对不知道 你只知道说 在这里出现买卖的重大交易 在10587点 接下来是不是一直滴滴滴 跌到506了 好 当它破587 你知道这一笔是空方的 对不对 它是空嘛 它是走嘛 它在落跑嘛 轰一下就下来 好 它怎么跌 它就杀红海嘛 就让它跌一块 整个盘就杀了 对不对 好 来 杀了之后 杀到10506 然后呢 爆出这个 这个是多还是空 不知道 你的消灭 你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有可能知道 怎么有可能不知道 你只说这里又爆出 另外一次的重大交易 至于多跟空呢 是因为发生之后 指数在这个506之上 所以你才可以确定它是多 这个587是因为接下来 加权指数在587之下 你才知道是个空嘛 好 可是到了这个点 已经可以确定了 今天的主要交易结构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知道 接下来506之后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是多少 546 就是1050546 保证是546 好 各位帮我把这里放大 这里就好 其他都不要看了 就这一块 这一块 你看看 这条叫1050546 你看看 它506一路涨 是不是拉到平板 没有没有 你以为我这样 它有掉下来有没有 就是刚刚好测多少 一定是546 保证546 一定是546 代表 外资这个主要 台北股市最重要力量的作手 它是这么做的 它每天都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不顺着它做呢 你为什么不顺着它 你跟它对坐 你怎么会赢 你一定输的啦 你怎么有可能赢嘛 这就来保证是546 那我做得这么刚刚好 哪有这么刚刚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了 今天怎么样 一定创新高嘛 我在这里卖 我在这里把它接回来 我这个上来的同时 我回来测哦 我来测 测这个交易成本 587跟506不就在56 10587加10506 来 小学数学 二年级 这个加这个除以2 不是10546 就这条 好 这条过来代表什么 它今天一定要过605 可以吗 那有什么是605 请你把掌的掌棒 来 看一下 这还学不成功 它又是周线 有得没水準 你看 日线都看不準 哪看周线 来 加全指数 看这支就好了 春的都不要看 这个你看它干什么 这个也不用看 你只看这一根 这是昨天 这是长 这是今天 这是前天 你只要看这一根就好了 来 你不要去看什么跳空 那就那个程度太差了 你就看这一根 这一根的最高 跟这一根的最低 跳空不算 你看这根实体K棒 昨天K棒的最高点 跟这个最低点 然后你是抓什么 它的平均交易价格 高跟低 才有一个算 一定是10605 就是说 台北高期 它要去 它站在最短线的角度 它要去守这根 黑K的605 它没去过 代表它是弱势 知道没有 它要去过 代表它是一个多方 好 所以回过头来 让我们继续看 那继续看 还没说完 所以它在10546 那么它能够去守546 代表它今天要过587 不然它就没过546了 它要去守10,000546点 它就是要说这个587 这是从最下而上 还没说完 然后你接下来要看什么 要往上看 整个架构来看 我说一次你赢了很多钱 来 看着它 如果不看我没得到 这是不是加全股价指数的日K线图 你说小明明 你没指准 人家 大家老师嘛 日线 周线 月线 季线 破了季线就跟你讲底下有一条半年线 季线叫生命线 月线都在他欧白说的你知道吗 季线是生命线 破了季线就死聚聚 大家就在死聚聚 现在你说这个主要 我就告诉你主要防守在半年线 破了半年线就年线 年线过来就迟年线 无说八道 没有 不用看啦 你就算市场的什么 我们要知道 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 那你照着这个结构做 你就不会错 所以很快速 来 请你告诉我 我把你眼睛看得到的台北股市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将近四个月的日K线图 对不对 好 我们把每个最高跟最低 其他不用看 不用去看收盘价 那叫无聊 你把每个最高跟最低标示出来 一个叫10225 一个叫10257 一个叫10882 对不对 对嘛 所以你会得出什么 一个叫10741 你问这741怎么来的 我再看一次 225 257882 你不要忘记了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这是1万6百 对不对 好 10600这个上来 这个上来 你看看 它是出现 逃逸 逃逸 这里洁净嘛 才有这个下跌嘛 没有这个捷径 没有这个捷径 怎么会有这个回答 不会的 没有这个捷径 怎么会有跌了 落这个将近四百点 好 这因为这个捷径 所以他抬下 这个抬下要抬下 这一条叫741 对不对 一天 两天 这两天 它不去守741 代表怎么样 保证破10600 要知道吗 它捷径之后回撤 是不是来到741 捷一天 捷两天 它没捷对不对 它没有守741嘛 来 741在这里嘛 它来捷 可是没有守住741嘛 代表怎么样 代表接下来 一定破10600 一定破 可是一定破该怎么办 你要做多 你要站在多方 为什么要做多 因为你看741 只有看这个短波段 那你要把时间拉长 你要把时间拉长来看 好 时间一拉长 两个低点 这两个低点 奠定了台北股市 你到下个礼拜 你会大赢 各位请看 从10882下滑 所有的朋友一样 昨天 你从昨天看到今天 我发给你的文字简讯 来 这条是什么叫569 比较浓 也没人在这里做空的 在这里做空会赢 我参加你的会员 简单说就是这样 我参加小兄参加你会员 那他有可能的事情 还没讲完 569底下 一直到553 这个叫超级铁板 小伙伴今天有跌到495的 我知道啊 这叫超级铁板区 如果这个区间他不守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在12月保证破225 你知道吗 那怎么可能会破 没可能嘛 你再短 除非有重大 所谓的我们讲系统风险 就是你预期不到的风险 除非发生这种奇奇怪怪的利空 否则 这个顶 你会发现到 就是未来12月的最低点 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如果这个是个低点 在这里来放空 对啊 你也拜托一下 这里呢 这里做多你就一定输 你也听不下去 我告诉你 这里不能做多要放空 这里要做多 你又没听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这里你要保守 因为它是个捷径 因为它是过高 它刻意的 你看这里跳空 这个跳空 然后过创新高 对不对 跳空创新高 然后这边不空的来到这里 一定会堵不住 它撑三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空的都堵不住 堵不住 你任赔它刷牌 然后你就会疼痛 有疼痛 每天睡不着 对不对 来到这里 你又给它扑坑 我告诉你就会去 你又聴去 你就会一定贏了 你到下个礼拜三 你怎么会输 你不要做错啦 所以它整个组结构会落在这里 那你现在一定告诉我 可小米现在614了 614已经涨到这里了 你就等到这里 不然能怎么办 能怎么办 就一定会到这里 让你看得到啊 它接下来就走这个主要结构啦 为什么你连结10257到882 这条给我569 你连结这个最低点 8月份的最低点 叫10225到10882 刚好在这个下缘 也就是说 在这个短区间里面 这个是一个多方非常强悍 你说直接贯穿 一直往下跌 那个几率 真的微乎其微啦 所以整体上我的看法 你要站在多方正向 好 那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怎么办 那就做对就好了 那怎么样才会做对 你就看啦 来 哥请看喔 所有的朋友一样 今天是12月1号 没有错吧 你把你的手拿出来 好来 奇迹镖标股 你就一张点下去 点下去了 它叫对对冲 对不对 对对冲呢 你说我看股票 那看哪个 一张 七雷 台积电 我们不知道台积电会去 我怎么知道他要去 那你就自己看嘛 好 台积电这叫做正100 这叫做正100 台积电这呢 这叫做零 当台积电来到零 代表他短线跌幅过重 他一定会反转 到正100你要提防 他会有个下修 会有个修正 去修正短线过大的涨幅 好 个股的部分 你做那种一到三天的 你要看对对冲 好 指数观察 看看 电离开 PSY 给他试一下 指数 看几分 看五分 就把它点下去 就开始算 三 二 一 是不是五秒 是不是五秒 就这样子 就看 正50到负50 正50呢 你要适度就不要太 就暂停 你知道吗 负50麻烦你就乐观 好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 你所看到的不就跟你现在 你的手机 你自己的手机 你把它拿出来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不是这个 都没对吧 好 今天是12月1号 礼拜五 好 你把过去这几天 你把它点选出来看 11月28 29 30 12月1号 好 上图 是不是加全指数 每一天的接续图 对不对 底下呢 不就我们的五分钟PSY吗 那就看嘛 PSY来到负50 总共有几次 有一趟 两趟 三趟 正五十呢 有一次 你感觉 这样不可以 哪有可能不可以 没有啦 不要说隐 能不能提供你一个有效的一个评价看法 可以嘛 可以 那怎么看 中间那个叫零嘛 一个叫正五十 一个叫负五十 一个叫零 一个叫零 你可不可以在负五十做多 零你就走了 你可不可以正五十半康 零你就走了 可不可以在负五十做多到零你就走啊 你可以在负五十做多 零你就走不 可以了 这样不可以 你自己看 这样不可以 不然是要怎么才可以 那你就走着做啊 你要有个工具啊 有个系统啊 那你告诉我说 现在台北高市 今天半中 那你够再来 哪有什么够再来 今天啊 我们今天那个八分钟看台股 我会讲一下鸿海好不好 鸿海我们目前没有鸿海 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有买鸿海 买在一百零三 卖在一百零三 现在在九十九 也没有赚他一毛钱 对不对 买一零三买一零三啊 因为我不能输啊 各位朋友 你的每一块钱 我都当做我自己的钱 所以我才会买一零三卖一零三 当时我们几乎是买在当时的最低点 好 那么目前鸿海在九十九块 针对鸿海接下来 你该怎么做 我的看法很简单 就等 九倍本一比 就这样子 好不好 各位可以收看今天的网路八分钟的节目 以及说买影音 我会做个说明 就等了 那就九倍了 九倍本一比 就等了 来我就通知你 不然来就不要插影 就不要做 去买一档喷粗型的标的 我说一次 你去买喷粗的不用理他 好来 你说你的四五六大呢 大大 你是在烦恼什么 来 各位请看 你说这应该大跌 哪有大跌 那是你的看法 我在这里有一条损 各位亲爱的朋友 看你的简讯 好不好 今天的简讯 我在这里划一条线 这个叫田地 来到这里呢 来到这里 我们就给他加码 你在那样子 你听话 那万一他跌呢 跌我们就卖出 不跌呢 你就加码 又买到另一波的起账点 就是这样子 一档个股 你要去买 能够涨一倍以上的标的 不要去买 未来会去2%5% 你就减买一倍 会去一倍就一直购 一直做 就对了 你不用怕他 如果不对了该走 我会通知你 就这样子 不需要走 你就不要理他 不然怎么赚得到钱 就照着来 那两分钟后 马上回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无法左右大盘涨跌 可以改变绩效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天率先不空 低档提前单多 PSY心理线 标普自动搜寻 准备当中 拖探一纸完成 无法头顾 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知情专线 0800 55808 0800 55808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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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棒 棒棒 接墙棒 强棒 现实平股 自动优化 避开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 02 2578 300 2578 300 200 2578 左右大盘涨跌 可以改变 绩效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天率先不空 低档提前单多 PSY心理线 标普自动搜寻 指数当中 拖探一纸完成 无法头顾 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知情专线 0800 55808 0800 55808 他们不靠老师 他们靠团队研究 他们是横稳团队 请上 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 为您代劳 他们依照法人模式 却只为散户服务 他们是横稳团队 请上 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 为您代劳 数位机上盒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 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纸 生活更happy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一样 那么一样 加权指数就10569以下 你要站在强烈的多方 那我们的看法呢 下个礼拜 你会看到10741啦 那么这里一样 因为今天是礼拜五 那五六日这三天 周末这三天 一直到农历年的封关 比率就是199好不好 包括赖清贷 包括盘中个股 那么我会帮你做推荐 那么指数的部分 我们会提供你行动 行动版本的手机PSY 那包括个股的对对冲 当它来到负五十 你就正向 正五十你就保守 那感谢大家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 未来 每一位朋友 身体健康 探究最新银 谢谢你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 杀优特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优特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并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技巧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频率先补空 低档提前三多 PSY心理线标普自动搜寻 指示当中 拨段一指完成 V2头部 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支援转线 0800 55808 0800 55808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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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会成功 棒 棒